90后小花中,郑爽可以说是混得最好的那一个,也可以说是混得最踏进的那一个 郑爽从出演一起来看流行语之后便一直持续走红 走红期间,郑爽一直被传出各种非正常的举动 但是这一切在郑爽粉丝的眼中看来是真性情 而郑爽越疯,他们越爱 即便郑爽没有什么作品流出,但是郑爽在娱乐圈中的影响力却一直都在 似乎是大众的包容心太过强大,因此郑爽开始变得越来越肆无忌惮 作为一个明星艺人,理应以身作则,给青少年粉丝树立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1月18日,张恒方公布了一段和郑爽进行沟通的录音 虽说只有短短的20来秒,但是信息量却极大 录音中实锤了郑爽早代孕 并且企图在感情破裂之后抛弃这两个孩子的讯息 随后张恒又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更新了和两个孩子的照片 于是外界纷纷开始赞扬 张恒是一个好爸爸,有担当的好男人 然而此时的郑爽就如同那过街老鼠一般人人喊骂 对于代孕一事,不知郑爽是一时拿不出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 还是不想孩子长大之后被网上的言论伤害 于是选择了沉默 事态的发展越来越超出了郑爽的控制范围 因此郑爽的事业全数被毁 事业之路被堵上之后 郑爽在对待孩子的事情上不再畏首畏尾 他选择在抚养权开庭前便来到美国藏住了一间公寓 以此来方便自己和孩子联络感情 毕竟孩子出生到开庭前,郑爽都未曾见过面 想必孩子的郑爽这个妈妈很陌生 郑爽想要和孩子和睦相处 毕竟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去陪伴孩子 都说陪伴是最长期的告白 想必经过郑爽的努力 孩子会慢慢接受他 从3月份开始 郑爽和张亨的抚养权一案便在美国开庭了 近日,该案件终于告一段落 虽说结果还有两只后才公布 但是从法官的态度来看 最终的结果极有可能是双方共同抚养孩子成长 据悉,在最终结果公布之前 法官希望郑爽每周能和孩子见三次面 以此来增加和孩子的感情联络 2021年之后 郑爽的心徒戛然而止 而郑爽也因为这场风波 遭到了业内媒体的痛批与抵制 一时间,网友纷纷惊叹 第一次看到有明星被演艺圈集体封杀的场面 截至目前为止 郑爽的所有作品已经被全数禁止 他若是还想回到演艺圈中 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最近出了郑爽的抚养权一案 被受网友关注之外 郑爽还干了一件大事 引起了网友的惊呼 太干了 这一次郑爽直接把微博给告了 据说开庭时间都已经被爆出 4月23日进行庭审 原告写着郑爽 而被告则是微梦创科 大家都知道 微梦创科是微博独立公司 此次郑爽和微博的案件内型 属于网络侵权责任纠纷 从字面理解 便是郑爽指控对方 恶意中伤 损害到他的名誉权 看来郑爽这是在退出演艺圈之后 无所顾忌了吧 他不再需要对方所提供的热收 来维持热度 而是和对方直接正面干 对于郑爽撞告微博一事 网友纵缩纷 有网友觉得 郑爽能够提起勇气撞告微博 实属难得 但也有网友觉得理解不了郑爽的行为 大家会对郑爽产生反感 都是因为他先前做的那些事情 如今郑爽将矛头转向微博 这实属有点离谱 前段时间 郑爽和张行的借贷案中 郑爽在一审中取得了胜利 而郑爽方却表示接受不了 于是再次提起上述 不过被法院驳怀 因此这也就意识着 郑爽需要赔付郑爽 赠两千万的贷款 郑爽和郑爽的抚养权案走线 似乎也在朝着郑爽所期待的方向发展 虽说郑爽在世界上的发展 有些不如意 但是其他方面却似乎顺风顺水 然而在将微博告上法庭这件事上 网友对他的支持度 似乎不是那么的高 大家都觉得郑爽的这个举动 多少优点不妥当 甚至有人觉得 郑爽是因为丢掉了自己的饭碗 没办法继续赚钱了 所以才会选择状告微博 就实际情况而论 郑爽做一个公众人物 在感情和生活方面 的确做了不好的示范 在有些方面 甚至可以说是有被道德 甚至还在法律边缘疯狂的试探 或许有人会说 郑爽走到这一步 全都是因为他的原生家庭 和他生命中的三个男人 但小编觉得郑爽作为成年人 对他本人的行为 应该有基本的判断力 他能如是捉 不过是以赞粉丝 对他的喜欢罢了 如今 距离郑爽和微博开庭 还有十来天 你们觉得 哪一番会取得最终的胜利呢